好 大家好 晚安 吃吃累看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目前看起来还是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捉对厮杀 但是呢 市场被对手质疑身心健康的拜登现年已经81岁 上周呢 他在跑竞选行程的时候又犯了胡言乱语的一个老毛病 先来听一段他这一段引发网友疯狂专载的发言 那么尽管现场哄筒大笑 但拜登呢他说了好像是他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但其实上呢他说的话内容是支离破碎不成句子 也完全呢不是在说一个笑话 所以网友就说呢拜登他很像是在讲另一个语言 怀疑他的心智状态是不是真的适合在竞选连任 那么随着现在2024年总统大选进到倒数 拜登他近日是连忙地赶紧跑这些竞选连任的造势场合 但是呢他却连连就遭到了支持巴勒斯坦 关注加萨死伤状况的人事呛声 他们就批评呢拜登去帮助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 对此美国前中医院议长佩洛西 他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他指出他认为这些抗议活动是和俄罗斯有关系 呼吁呢联邦调查机构要对他们展开一些资金调查 佩洛西在访问中他被问到 拜登对于加萨的战争政策遭到反对 是不是呢会影响到11月的总统大选 会对民主党造成伤害 进而呢他就回应这些支持的背后 其实是由普丁来受益 但是呢裴洛西他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也就是呢这些抗议者真的是受到普丁指示 有关俄罗斯资助的证据 对此根据路透报道 创业人士呢他们就抨起裴洛西是毫无根据的抹黑 那么裴洛西他在访团当中呢 他也提到了这些抗议活动是和乌克兰问题一样 代表普丁他想要传达的讯息 那么看到呢目前延党将近两年的俄乌战士 似乎还是看不见镜头 乌军还是在俄罗斯的侵略之下苦撑在前线苦撑 但是呢现在就被爆出来 乌军的高层却爆出了贪污案 根据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27号宣布 他们破获了一起乌克兰军方采购武器的贪腐案 而且呢当中就包括了现任还有前任的国防部的高官 他们是勾结了武器供应商将近呢是4000万美元 大约是台币12.4亿的中宝私囊 这些钱呢都进到他们的口袋 引起了各界哗然 那乌克兰的安全局就发了一个声明表示 2022年8月俄乌战争爆发6个月之后 国防部乌克兰的国防部和武器供应商的这个工厂 他们当时呢就敲定了10万枚的迫极炮弹 也就是台币刚提到12.4亿元的合约 并且呢当时他们就先提前付款 接着呢把这些资金就陆续的转到了一个国外的账户 也就代表呢这10万枚的迫极炮弹 根本就从来都没有交付过 那么到目前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 他们已经将这些涉案的国防部的官员 还有军火商经理等5个人是发出了嫌疑的通知书 但其实呢乌克兰面对这个贪腐的问题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看到这个图呢前国防部长列尼克夫 他去年9月的时候 他也是因为多起的贪污案就遭到了免职 那么对此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28号他也有新的作为 他直接呢他是首度的公开了 他两年的收入情况 火转一遇呢就是要呼吁 他们的国家安全的这些官员 要公开他们的收入 要有一个透明度 就是要终结公家机关的贪腐行动 以力求可以顺利的进军欧盟 那么泽伦斯基在《荷家人声报》中呢 在2021年他们的收入是将近28万7千美元 折合台币呢是大约是900万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他卖工债啊 赚进了14万2000美元 整体是较2020年有所减少 那么在2022年接着战事的当年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泽伦斯基他的收入就减少了将近三倍 只剩下300万 那么有一部分呢 这是因为俄乌战争影响到了房产的租金 那么现在呢战前战后可以看到减少将近三倍 总而言之呢 外界都认为泽伦斯基他带头他这个行为呢 公开他的收入 除了是要表明加入欧盟的决心 同时呢他也是要让他的盟友来提供一个信心 也就是呢乌克兰尽管发生了这个事情 但是呢乌克兰政府还是全力地在打击贪腐的一个讯息 那么接着再来看到呢 但现在美国方面呢 这个力挺乌克兰的美国方面 是不是真的是有点焦头烂额 因为呢是有两个战事目前都在世界上发生 包括了中东的战事 那么美军司令部就发出了一个声明指出 1月28号是有一架无人机攻击了约旦的基地 当时就造成了三名的美军丧生 25人受伤 先来指出呢这个是以色列和哈马斯 他们在交战中加萨战争以来 美军首都是有人丧命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将这个事件呢 是归咎于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 并且拜登他誓言报复 我想要提醒一下 我们昨晚有一个艰难的天 我们昨晚有一个艰难的天 我们失败了三岁的精神 在攻击我们的地区 我请问你 我们是否会有几个小的精神 我们是否会有几个小的精神 我们会有几个小的精神 攻击事件是发生在约旦的东北部 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基地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他表示 美方现在就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保卫美国还有美军的自身利益 那么尽管目前美国他们还在调查 确认这个事件是由伊朗的哪一个团体所为 但外界普遍认为中东的情势势必是会升级 那么新闻机构戴尔朱尔德24就表示 由新美国展开空袭的一个情况下 现在伊朗在叙利亚东部支持的战士 已经开始撤离他们的阵地 以上是这一节到全球现场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堂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